今天我們要學的是調味料的日文 那比如說鹽巴怎麼說呢?還有碗芥末怎麼說呢? 還有沾醬怎麼說? 一樣先學一下基本的單字然後後面練習一些句型 第一個砂糖 砂糖 塩 鹽巴 味噌 醬油 味噌 味噌 醋 麻油內子 就是美乃滋 ケチャップ 番茄醬 醬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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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麵醬 炒麵醬 醬油 醬油 味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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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油 味噌 味噌 麻油 味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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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髒 髒鹽巴 塩をつけます 髒美乃滋 マヨネーズをつけます かけます 是散 比如說 散沙拉醬 ドレッシングをかけます 脂味分 七味をかけます 塗ります ずっとバターを塗ります OK 好 那我們今天也練習一下一些簡單的句型 好 第一個 請不要放糖 然後咖啡店有時候會講到 請不要放糖 怎麼說呢 砂糖を入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砂糖を入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所以大家記得嗎 ないしんじゃってください 是請你不要 所以請你不要放冰塊 氷を入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OK 第二個 給我番茄醬好嗎 好 就給我番茄醬 けちゃっぽをください 也可以說 けちゃっぽをくれますか 或者ケチャップをもらえますか 都可以 這有很多的說法 好 第三個 醬油を取っ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醬油を取っ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都可以 就是ていしんじゃ ください ていしんじゃ くれませんか ていしんじゃ くれませんか ていしんじゃ もらえませんか 這個已經講過好多遍 這都可以 OK 好 那請沾美乃之詞 他要怎麼說 マヨネーズをつけて食べてください マヨネーズをつけて食べてください 好 那在這邊選一下一個尊敬語 食べます 的尊敬語是 召し上がります 所以 剛剛那一句話 可以說 マヨネーズをつけて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 マヨネーズをつけて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 這樣就非常客氣的 請吃的那一種感覺 OK 好 最後一個 這個 這個東西用沙拉醬吃 比較好吃喔 那一種推薦 怎麼說呢 好 これはドレッシング 沙拉醬 ほうが おいしいですよ これはドレッシングをかけたほうが おいしいですよ 所以 他親家ほうが 然後就是 結心肉汁 おいしいですよ 那一種 就是 比較推薦的時候 會用到 去看醫生比較好喔 医者へ行った ほうがいいですよ 就是 他親家ほうがいいですよ 那一種用法 OK 今天我們學的 也是調味料 那大家每天會 就吃東西 鹽巴味噌那些 也都會用到 好 所以就是 大家吃的時候 稍微想一下 那些的日文 OK 那就今天的就到這邊 拜拜 我們可以 這幾個字 我們來吧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